父亲的低头,亲戚的冷眼,朋友的远离,空荡的口袋,喜欢却得不到的东西,买来的币,没有暴涨,反而出现下跌,这都是人生中最好的导师,正所谓人无横财不负,马无夜草不肥。 恒财从来都不负从严命,夜草从来都不肥,劳入马,接着就是事实的一个真相,所以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学会赚钱非常非常重要,买来的币为什么没有暴涨,你要去反省反省,正所谓五日三省,那你要去每天去反省, 自己的一个思路,买的币哪里出错了,是数量的问题,还是庄家的问题,还是各种因素,那你要去分析的非常到位,当然冷眼这里有一套方法,可以免费让你去获取,怎么去获取这份秘籍啊,点击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草币获利秘籍,那么你就可以去 免费去得到一份草币获利秘籍,这份秘籍的话,是冷眼啊,研究出啊,那么多的一个,山寨币的一个套路出来啊,只要你研究透了,当然,买入山寨币也能够去赚钱了,是吧?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走势,比特币的话,在昨天一路去冲高到一个三万零五十美金之后啊,快速进行回调,你看,这一根长长的一个阴线,就是剩冲到一个三万零五十美金之后,快速进行回调,那这种行情的话,在冷眼的 交易生涯当中的话,是见了不少啊,没有一千次,也有八百次这种操作行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现在的一个价格角色非常非常明显,那之前的话,多次是走了一个,回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是吧? 两三次的一个调整啊,都没有把那些韭菜给打碎啊,反而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一个猛烈的一个冲击,每次突破这个趋势线之后啊,就快速进行一波的一个暴涨的情况,那这个位置是否意味着再次进行一个调整之后啊,出现一个暴涨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话这个级别的话,已经调整了多久了? 那之前的话,调整第一次的话是调整差不多有20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出现一个阳线快速突破,它的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上延的位置,形成一波暴涨,直接就上涨到一个三万美金,从这个两万三美金是吧? 那第二段的话,从这个位置啊,我们上方的一个三万一,跌到下方的一个两万五,然后在这个位置快速进行突破,那它这一段,是吧? 那这一段的话,其实它从高位啊,到下方的位置的话,它足足是经历了61天左右的一个时间,非常折磨啊,是吧? 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段的话,从这高位测量到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它只有短短的一个 20天的,2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时间的话,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当然,它如果能够去突破这个区域线,我还会进行一个多头的一个选择 如果它没有去突破这个区域线的话,我是不会轻易的去做一笔多头了,是吧? 所以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我是非常谨慎去操作了 反而现在的话,空头占据的一定的一个优势啊,而且的话,日线级别在下方的位置 已经穿过了一个临组啊,意味着一个空头信号啊,非常的一个强烈啊 但如果它能够重新去战胜啊,上方的一个三万美金啊 我会毫不犹豫啊,去做一笔多头程序啊 因为的话,它一旦去突破上方的一个29700美金左右的水平 它意味着比特币有一波多头的一个趋势反弹 那这一波的话,我必然要去抓住是吧?这种行情的话 就算减钱一样简单啊,所以说我们要去操作的话 一定要去耐心去等待,空仓也是一种交易,是吧? 空仓可能你在等待下次更好的一个交易机会 空仓可能你在选择避免出现自己不懂的行情导致了一个亏损 空仓不意味着不交易了,是吧? 空仓是有一个冷静期,让你在获利之后啊 会去更多的一个收益啊,让自己不变那么浮躁 空仓有可能有时候啊,你会躲避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暴跌 就是那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做交易啊 一定要去等待他的一个结果出来之后,啪的一声 快速插进去,进场是吧? 这才能够啊,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行情 更好的一个赚钱机会 当然的话,昨天我们的评论区的话也非常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一个评论区下方 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老远哥今天的节目中啊,对二饼的分析非常到位啊 那肯定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经济萧条呢,比特币的价钱 会不会跌得很惨 这个的话应该不会吧 那之前的话,也有所一个 08年的时候啊,那也是一样的吧 金融危机啊,那比特币就诞生在那个时候啊 那出现之后啊,那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就是为了精益这种啊,与这个法币进行斗争 那么它的一个结果的话 可能会出现反而暴涨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BGB有潜力吗?我已经提前已经分析过了是吧 这个币的潜力可以说无从无尽是吧 非常大 老大是个烧人 改名叫区块链烧人 可以认名字啊,你提的非常好啊 香菠菠啊 香菠菠啊 2万2万800次的香菠啊 好诗,好诗 可以啊 那今天的话,那今天的话 其实的话,有一些重要的新闻 有跟大家又去分享一些币啊是吧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美国正对币安提起序述的指控啊 但是担心 手法可以复兹 但是担心,担心挤兑啊 这什么情况呢?就是 就好像十分 一个老虎要担心一个小鸭子一样啊 一样啊,是吧 担心它的挤兑,其实就想吃了币安啊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吧 摆明的想要去控制整个市场 怎么控制 首先要吓唬一下你是吧 让你把这个币提出来 现在大家都不提币了 放在币安上面 大家都不提币 所以说他无法跟币安进行竞争 他所扶持的所有的一个币 包括那些政党 所扶持的交易所 都没有站起来 都没有币安强 那币安的话 是属于在华元社区的话 是比较有地位的一个币 交易所是吧 包括他的平台币 都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一旦他想要去进行 对币安的一个指控 那么也会造成一个几对现象 当然对我们那种老九差来说 见得多了 他应该不会像FTX一样 所以大家尽可能放心 那莱特币减半后跌至月的一个新低 之前我有说过什么 莱特币的话 它的减半行情已经提前去消化完了 好多期视频之前的话 我就说过它的一个行情已经提前走完 你一旦要去操作的话 谨慎去操作 反而提醒大家反复思考这个动作 到达95美金之后 就是一个做空的一个点位 那大家有没有去操作 大家回看以前的视频 那SEC准备考虑批准以太坊的期货ETF 那么这个准确的消息来说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应该会得到一个批准以太坊和比特币 那比特币的话是一个现货的一个ETF 所以这是双方的一个利好 也有很多一些分析师说 65%的会通过比特币的一个现货ETF 所以说现在的话市场一片大好 大家都看好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期货都会被通过 所以接下来行情的话 无论它怎么回挑是吧 你都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机会 介入 那么这一波的话 在8月到9月份到10月份那段时间 比特币有可能再次反弹 去突破4万美金的高位 突破之后 会有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挑 那我们事物以待 准备去抓住接下来的行情 如果大家想关注冷眼的话 赶紧去关注了 不要犹豫 你犹豫的同时 别人已经悄悄的去加入冷眼的一个免费电报群 以及怎么去加入冷眼的一个VIP社区 所以的话 你在等待的话 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的会员群里面的名额 还有25人 准备到500人了 500人之后 就暂停去收那些会员 因为的话 一旦我们的仓位过大 500人同时开仓 那么资金量非常恐怖 是吧 会造成 对啊 整个市场有一个蚂蚁般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 谨慎去查住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